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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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平安 詞曲 李宗盛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提升我们 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祝福我们今天一天的时间 主啊 我们今天来享受 在祂的话语里面 祷告奉告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的经文是在 约伯纪第九章 二十五到三十五节 今天我们就 只从三点三方面 来看这一段小段的经文 那第一个在这里 约伯觉得被神定罪 他觉得他是一个被神看为有罪的人 那二十八节说 我因愁苦而惧怕 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 二十九节 我必被你定为有罪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约伯在他的跟神的互动里面 有一个很负面的感觉 就是他觉得他是被定罪的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弟兄怎么样 你觉得你在神的面前 你的感受是什么 那圣经来讲 他用笑脸帮助我 所以你每一次 你觉得神看你的时候是笑脸 还是愤怒的脸 有时候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 师母说 你用很凶的眼睛看我 哇 我说我没有啊 可是师母刚时候觉得 我对他不友善 我没有爱他 我用凶的眼睛看他 那丢子妹当你的孩子 你看他的时候 你的孩子感觉到 你是用笑脸 是用爱的眼神看他 还是用一个失望的眼神呢 那周迅光牧师说 他以前很怕看周神祖 他爸爸周牧师 他说他每一次看到 他爸爸的眼睛看他 都是一种绝望的眼神 所以他心里其实很挫败 觉得爸爸看我就是一个很绝望的 那我们都很都不希望我们跟父亲的关系是这样 当然了很多人也是 你跟神你觉得神看你 是笑脸看你呢 还是怒脸看你呢 那可是约伯在这里很大的问题 他觉得是被定罪 好像你会觉得在父亲的眼中你是一个坏孩子 那不管父亲做了什么 当你觉得父亲认为你是坏孩子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父亲不爱你 父亲不会拥抱你 是不是 这是一个 所以今天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 他说约伯说 你必被你定为有罪 那这是不是你的感受呢 或是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 你一直觉得你做得不够好 你的属灵生活 你没有灵修又不祷告 而且你脾气很大 你还常说谎 而且你主日崇拜 常常有一搭没一搭的 你会不会觉得逮到神面前 你都觉得充满了愧疚 哇这个东西是我们 你知道当一个人愧欠 就像那个浪子一样 浪子就知道自己很坏 浪子把父亲的一半的家产都败掉了 所以他觉得 他当他说想要回家的时候 你可以知道他里面有多大的挣扎 他想爸爸还会爱我吗 爸爸会接纳我吗 爸爸会拥抱我吗 还是爸爸会把他臭骂一顿 说你这个不要脸的人 你把我将当年叫你不要出去 你就硬要出去 你很英雄啊 现在你给我狗熊的回来 你有种的就不要回来 哇 是不是 你的里面你知道自己不好 会不会 也有很多人今天约伯就是这样 说你要你必定为有罪 不过我要先说回一件事情 约伯讲的也没错 你必不以我为无辜 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没有罪的 如果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无罪 那就不需要耶稣了 每一个人都是有罪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 耶稣来只招罪人 只招 耶稣说我来只招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 耶稣说我不是来招医人 乃是要招罪人 所以我们感谢主啊 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罪人 但是上帝来就是为我们这样的罪人 来到祂的面前 相反的一个人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认罪 那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那他会为我们做了一切 但是有一件事他没有办法替我们做的 就是我们认罪 耶稣不能替我认罪啊 他可以替我们承受罪乏 替我们赎罪 但是他没有办法替我们认罪 认罪只有接受 所以魔鬼就是要让人不要认罪 不愿让人罪 你知道人很骄傲 其实没有一个艺人 没有一个人真的是没有办过罪的 其实呢 每一个人都有罪 不管是约伯 就算神诚夸赞约伯是完全能 那只是一个相对 只是一个比较 就是灰的跟比较不灰的 比较白一点点的 其实都是活跃的 都是应该说啊 这个世界上啊 其实都是都是不及格的 不及格只是有人五十九分不及格 有人是二十分不及格 那大家都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那有两只鞋子的乞丐 笑只有一只鞋子乞丐 酗酒的笑那个吸安悲他命的 小偷看不起强盗 其实都是罪人 都是罪人 那只是感谢主 上帝来 不管你是小偷是强盗 你是酗酒的安悲他命的 你是两只鞋子的乞丐 或者是你只有一只鞋子的乞丐 你是小乞丐大乞丐 耶稣说我都爱你们 在耶稣的眼中 在神的眼中 没有大乞丐小乞丐 也没有酗酒的安悲他命 在神那里只要你悔改 回到神的面前 上帝都接纳 但是呢 问题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来了 就是约伯啊 很不甘心 说真的约伯跟我们一样 约伯觉得他其实肚子里面 他还是觉得他是好人 你知道这个就是意思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小偷觉得 我比强盗好多了 我比强盗有到 我是好人 我是比强盗好多了 是不是很多人会不会觉得 你比很多人好多了 所以你觉得你很好 所以你觉得你不是罪人 你觉得我比别人有道德多了 我只不过偶尔说谎 偶尔偶尔脾气大 我只是脾气大一点 他还会打人耶 我从来不会打人 我是男人 绝不打女人 你就觉得 其实是真的吗 所以你知道吗 其实 约伯在这里也办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觉得 是 他当然承认有罪 他说我是有罪 但是比起那些人 我犯的算是什么罪呢 比起那些恶人 我做了什么呢 是不是 可是 他最大的困扰就是说 上帝啊 我只做这么小的恶 你却用那么大的灾难刑法在我身上 而那些犯那么大错误的人 他们却无灾无病 他不能接受 他不困惑 就好像 偷了瓶可乐 被罚五百万 而破门抢劫伤人的只关两天 我们说那是恐龙法官 当然我们不敢说上帝是恐龙上帝啊 希特勒杀了六百万犹太人 他也没有生病长毒疮啊 约伯会抗议啊 你看希特勒杀六百万人 我一个人都没杀 我全身长头疮 而希特勒无灾无病 当然最后他是自杀而死啊 会不会很多人 这都会有人的困惑是不是 弟兄姊妹我讲这些是你的困惑 你也不要稀奇 不是你的问题 很多人都有困惑 很多人都觉得很困惑 但是 说真的有一天我要到天上问上帝 为什么这些人到地上来 真的无灾无病 这些我们觉得很坏的人 说真的 其实我们自己也很坏啊 只是他 我们觉得我们比他好多了 他很可恶 我没有他那么可恶 等等这样 但是我要讲一个关系就是 就像在公司一样 公司一样 那是老板的死 不是你我这个层级 可以去了解老板的判断 我讲一个例子 我们当年 我们一起年轻出来传道的时候 我跟师母是很努力的 从早做到晚 后来有一个同工进来 他什么事都没做 他就是很爱祷告 每一天早上祷告一个两个小时 下午又去祷告两个小时 晚上又祷告两个小时 他都没事做 就都在祷告 有一天 我们就去跟周牧师抗议 我说周牧师 我们那么忙 那么多事 他呢 都没事做 为什么怎么可以这样 这么不公平 都是不公平 这是我们的角度 觉得不公平 可是周牧师的角度 老板的角度 是你能了解的吗 老板的认知 老板的眼界 是你看得见的吗 或许在你公司 有一个就是没事干 他没事干什么 可是他薪水是你的三倍 他每天没事做 还老板给他一个独立的 很漂亮的花园房间 还常常让他去什么 休假 去旅游等等 你知道吗 你说怎么会这样 我从早到晚 而是那个人也不用打卡 就这么自由自在 薪水是我的三倍 那是因为你的层级太低了 你根本就不了解 你根本就看不懂 是啊 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层级太低了 后来周牧师跟我们讲说 那你去祷告 一天祷告六个小时 去祷告看看 马上我们就明白 周牧师觉得 祷告不是没事做 他的工作就是祷告 而且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一个人能够一天祷告六小时 那个是非常的高层次的人 是哪里是我们这种层次的人 可以了解的 他所带出来的属灵的贡献 比我一天做十个小时可能还大 他所带来的能力改变 不易 就像你公司 你看他没事干 他一个idea 就会公司创造了几千万的 一个新的产品 新的产业 哪里是你每天坐在办公室 抄抄写写 那个产值能够相比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只是打个比方 我们觉得我们理直气壮 只是我要告诉你 那是老板的事 就算是老板错了 那也是老板负责 就算错了 那是上帝要负责 我们呢 这个层级 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质疑老板跟上帝呢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么好了 但是回头来我再讲了 约伯觉得他被定罪 那我要这么讲 但是我们新约的信徒呢 29节他说我必被定罪 那是他的观念 保罗却说什么 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什么 谁能定我们的罪 谁能控告我们 罗马书第八章一节的 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 哈利路亚 弟兄姊妹 我们是新约信徒 约伯不了解 约伯也不知道有耶稣的拯救 所以他觉得他的罪 他必须要自己去面对承担 我们感谢主 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的罪都已经在 所以在耶稣基督就不再定罪 从此我们的感觉里面 我不是在被定罪 而且保罗提出挑战 谁能定我们的罪 谁能控告我们 有耶稣称我们为义 有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 所以连先知以赛亚都说 我的罪虽像诸侯 但是耶稣 神却要洗净我们 要洁白如雪 所以感谢主 我们做新约的信徒 我们大大的感谢我们的神 在基督里我们就不被定罪 只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常来到神面前 面对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神 永远是笑脸看着我们 祂是笑脸帮助我们 不管你的孩子多坏 你做父母的 你永远是拥抱你的孩子 拥抱你的孩子 愿上帝祝福 让我们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明白 我们是在上帝的面前 好了那第二点呢 我要很快地讲第二点呢 约伯盼望神 折打祂的帐离开啊 那第九章三十四节 他说 愿祂把帐离开我 不时金黄威吓我 哇 这里看到吗 约伯对神真的 有一个错误 刚才第一个错误 就觉得神是怒脸看他 神一定是很讨厌他 神一定是盯着他犯的那个错 这是第一个 所以第二个他又觉得 神啊你的帐是很可怕 神是很可怕的神 上帝就是怒目 上帝是一个纠察队 好 抓到了 打 今天抓到了 打 就是他觉得神就是这样 所以他上帝啊 求你把你的行靶的帐离开我 不要威吓我 我已经很弱了 请你不要威吓我 所以在约伯的感觉里面 神的帐是打人的帐 但是我们看看大卫 大卫说神的帐是什么 是牧人的帐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他使我躺过在清扫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水边 大卫说什么 你的帐 你的肝都什么 安慰我 约伯说你的帐是打人的帐 而大卫的帐 神的帐却是安慰人的帐 是指引的帐 而摩西的帐呢 神的帐 对摩西来讲 神的帐 那根帐是什么 那根帐是神能力的帐 是神为你征战的帐 是神为你分开红海的帐 神供应的帐 神叫天降马拿出来的帐 那个帐击打磐石 磐石就流出水来 所以你看到吗 约伯对神的感觉错了 弟兄姊妹会不会 撒旦欺骗我们 让我们对神的观点是错的 同样是那个帐 约伯说是打人的帐 大卫却说是安慰人的帐 摩西却是神的帐 就是我能力的帐 是我供应的帐 是为我预备一些的帐 我也感谢神 我常常默背诗篇23篇 这40年来我服侍他 神的帐就是对我来讲 就是他用后恩带我的神 我要一生称颂他 神的帐是牧人的帐 一生引导我走在我的前面 为我预备一切我所需用的 他后恩带我一些 我们也不能不要 不是约伯不好 约伯真的很棒 但是约伯是旧约的信徒 所以对他来讲 他不了的 他没有圣经 他的对神认识已经了不起了 当然就因此有限 所以为什么要读圣经呢 你没有读圣经 你对上帝的图画 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 今天他讲的两个 都是他想得出来的 或他认为的 他以为的或他经验的 都不准确 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 以为经验都是不准确 只有圣经才是最准确 描述我们的上帝 所以我们只要读圣经 读了圣经 你才会对神有正确的认识 不然你就可能跟约伯一样 以为神是怒目看我的 是纠察队 一天到晚抓的 我犯错了就是要打我的 第二个 你就会觉得神的仗是打人的仗 但其实不是 神是打 神是牧人的仗 是安慰人的仗 是能力的仗 是指引供应 为我们征战的一切的神 是厚恩他们的神 所以我们感谢主 新约的信徒对我们来讲 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 耶稣是那位 意志触摸安慰 怜悯斥爱 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主 透过今天今晚 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蒙恩 主啊感谢你 约伯走在前面 成为我们的帮助 提升我们 今天我们感谢你 主啊在基督里 我们就不再定罪 我们感谢你 耶和华 你的仗是牧人的仗 是安慰人 安慰人的仗 是能力的仗 是引导我们的仗 感谢主 给用恩待我们奉靠 耶稣基督的圣明 Amen